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他们里面进去都要脱鞋子 那是新鞋子啊 你想想看啊 那个可能是妈妈会知道说有人要来拜访 那你要不要多准备一双鞋子 不是妈妈要准备买鞋子吗 不是啦 不是 是有客人来 本来是家里只有妈妈跟儿子嘛 那儿子本来就有鞋子 那总不能客人来拿儿子的鞋子给他穿嘛 那如果准备很多双 那本来就不必 可是本来就没有 所以买一双特别 所以这儿子就有很多很多 第一你看到那个咖啡杯的时候 那咖啡杯的时候 他认为是有男人来 其实是一个那个老太太来 那另外的话看到鞋子 那当然会有一点点新的 就是一种所谓的突兀的一种感觉 所以对妈妈里面开始会 那是疑心的 对对 没有不是疑心啊 就是对有点嫉妒 就是当儿子的话 他以为跟妈妈 这个这个是很奇妙的 然后妈妈里面好像会被抢走 他因为那个时候心性里面的那种发育还不是那么完全 所以不是完全就是说他还没有办法独当一面独立做主 当他进去旷工里面我想 就是妈妈再去嫁他大概就OK了啦 那个时代 可是当时里面他要当诗人 其实是一片茫然的 他完全不知道 所以妈妈走了以后 我回家谁煮饭给我吃 对不对 这都会有 可是当他独立自主的时候 那那种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这一段里面 所以这部电影大家始终把它界定在 他年轻的这个生命当中里面 不断的自我追索 追索的一种过程 不管他有没有成功 但是他就说追索的一种过程 他也不要你成功嘛 那另外就是他跟母亲里面的 和解的一种关系 就是摸索的一种和解 嗯 还有吗 没有那是很沮丧的 那是镜头切很多块 很多块就表示不同的时空 他有时候去那边 你看他是完全跟人家不合群 不合群 比如说朋友里面在撞旧场 那你如果很闷的话 你进去说找朋友在 大家一起撞撞球 不是年轻人就这样 他不会的 年轻人在他的朋友里面 可能在里面撞球 他就在外面一个人 很孤单的 他很孤单的坐在这里 那这个镜头的巧妙是 导演师也说应用很多镜头 比如说我们不知道下面有什么东西 乌七妈黑的 然后你车子过去 哦 耶稣夫才站在那边 然后等一下车子过去 又是乌七妈黑的 就这样子而已啊 事实上就是耶稣夫里面 他愿意独处在黑暗当中 就这样而已啊 那这个篮球里面 其实他应该呼应的是前面那一场戏 那一场是军人在街上说 强健体魄 我们什么 我不能强健体魄啊 各位 你们都能强健体魄 我为什么不行 那我能强健体魄 我就到篮球场去 发泄那个 难道我就因为电源证 然后我不能当兵 然后我就什么都不能做吗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 自我内在的一种所谓 情绪上的一种发泄 就这样子 你要从这个角度里面来看 很酸 对 啊